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個選股王 恆指今早跌了114點 收補25,441點 本日成交今晚有621億 昨晚美股也向好 不過收市之後 蘋果、亞馬遜公布業績 之後跌了40% 拖低今早美股期貨的表現 港股初段也下跌 曾經跌了差不多200點 之後也有一個回穩 主要是這個科技股 都表現不錯,也是靠穩的 限制走跌幅 看到有一個沽壓比較大的 都是煤炭、電力那邊 比較沽壓大的反而是綠電 看到中港核電 或者是新天綠色 其實沽壓比較大 新天能源跌了一成 現在你看看 走勢都比較差 和獲利沽本都多 如果真是猴低級的話 都要在50天線以下 就會比較安全 看看個別板塊 俄羅斯昨天有意 增加過天然氣供應 天然氣股價格大跌 燃氣股也有回升 看到幾隻股份 升幅都介乎2-6% 另外炒粉通脹 啤酒有價格消息 人啤、青啤都升了3% 魚業股也會更升 蒙牛和往往也有微升 另外內險股出了業績 第三季也很差 變成平保人壽跌了3% 可以看看就是這個豬肉股 豬肉股其實今年都長些長有 但是你看到上半年的業績 基本上是全行業虛損 豬肉價格基本上都低過成本價 變成限制了供應 去到10月份 期貨、現貨都是有回升 升幅都頗強 變成反彈 如果你看回 其實豬肉也是一個周期性行業 現在初初是一個轉裂點 明年也是一個炒復甦 短線來說 升幅是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從中線來看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周期性的底部 都可以少住收窄 中線持有 明年應該會有反覆上升的洗頭 可以留意 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